所以這個周恩來他因為去報告 被莊瑞雄 立委 直接電了十幾分鐘 莊瑞雄很無聊 這個就是不對啦 為什麼 就拿他開刀了 這個事情 當然情緒發泄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政治人物老是感動情緒發泄什麼意義 總統國情報告到立法院 報告完了以後要不要接受答詢 沒有這回事 目前沒有 還沒講完 以前都沒有實施過 到現在我一直沒有總統到立法院的報告 對 最有資格談這個事情就是我 請說 為什麼 因為那個憲法條文是我寫的 找對人啦 當時在國民大會裡面 的確有總統到國民大會做國情報告 並答覆這個問題的這幾個字 但是沒有寫質詢 沒有寫這個 即問即答 並答覆問題 後來我有跑國大嘛 對不對 他那個場景就排一排人 那時候300個國大代表 那總統累死了 對 統一看他選擇他打什麼 不是 錯這兩邊 他都會打 他都會打 李登輝有建立這個規範 對 那當時在國民大會怎麼運作 就是總統可能排個三四天吧 那一個國大代表好像是20分鐘嘛 那就是講講講 然後基本上看 看李登輝當時總統的情緒 有時候就是早上講完了 他覺得這個問題很好玩 他就說給他20分鐘 他把早上四五個人的題目一起打完 有的時候是整天以後 在結束之前給他一個40分鐘 他把問題全部打完 他很愛講 他愛講 他愛講 所以就創下這個例子 就是這個是黨團協商之外 那可是後來這個條文 要把國民大會代表的職權移到立法院 就是把總統到國民大會做國情報告 改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對 要不要加幾個字說 並答覆問題對不對 並答覆問題這幾個字 就找了三個憲法學者來有五種意見 搞得我很煩 我現在不太厉害跟之前打交道 他們每個意見一大堆 就是沒有結論 那當時我就把說這樣好了 把後面這個並答覆問題 槓掉 因為要不要急問急打 那他們當時有人反對的理由是說 那急問急打的話 總統跟行政院長怎麼區別 昨天總委員長有提到 對 對我來講這個有必要區別嗎 你總統要開記者會 你要接受問題啊 那為什麼總統可以接受 你不能夠記者呢 急問急打 你就不能夠接受立法院急問急打 可是他們就給我 掰了一大堆憲法的理論 我懶得管他 好啦 那有人覺得贊成 我覺得就像我講的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啊 沒有什麼不可以 你講對嘛 沒有什麼可以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是你沒有想到體制的 又不是修憲又改體制 對嘛 對嘛 好好好 就是兩派都吵 那我說這樣不要吵了 我們明天就要把修憲條款通過 就不要吵了 我就把它劃掉了 所以把它擺上去 那後面有帶一個結論 說未來總統要怎麼 答覆 答詢 就由黨團協商來決定 就是我當時在黨團協商來架構 那現在就是說 總統要去立法院國情報告 是總統的義務 立法院只要有邀請總統就要來 不能不來喔 那來了以後 要不要答覆執行 我那個線 我當時寫的條文是劉白 我劉白的意思就是 你黨團協商來決定 立法院決定 就是對啊 立法院決定不是你總統決定 可是現在這個總統有架子啦 但是民進黨沒底氣啦 對不對沒有過半嘛 所以周恩來答說有立委考量 考量 這是對的啊 你看蔡英文這個 我說實在的 蔡英文去不去是一回事 可是我看吳釗燮還有相關人等 他們怎麼評 怎麼對外說明 蔡英文要不要登太平島 而且是畢業旅行嘛 520 像陳水扁像馬英九 錢總統他們都去過 對 是不移呢 還是不敢呢 還是不該呢 他們有提到這個中非 海事 爭端嘛 還有說我們太平島旁邊 中國的什麼島礁三個礁啊 什麼在我們周邊啊 這很多理由 然後吳釗燮 他是鷹派 他是戰狼 可是呢 他常常會說一些激進話 在這個議題上 他說我們兩邊要用和平手段解決 他在講什麼 我覺得他們都在故意呼嚨 其實真正的原因就是兩個啦 第一個就是 美國不希望蔡英文去 因為 又是美國喔 是啊 因為馬英九上次去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馬英九他有提過說 去了以後被美國念了半年 那至於說去太平島為不危險 不危險 一點都不危險 為什麼不危險啊 兩岸氛圍呢 兩岸氛圍 他也不會在太平島打你啊 對不對 他幹嘛啊 無聊 這不符合整個戰略的一個性質 我來舉一個